立委马文军将国造浅间的资料外泄 而蓝军质疑若真的有泄密 为何蔡政府都八年了还不查不办 质疑这根本就是民进党中央厨房 为了打选举炮制出来的假案 而更有蓝军爆料 郭喜为了接国家浅间生意 和韩国公司谈不成翻脸之后 竟然口出狂言威胁韩国顾棍 如今飙骂的录音档也大曝光 蔡英文爱将黄鼠光负责国建国造案 还用引擎封案的重要关系人郭喜 和军火商联系 完全爆料郭喜未接浅间生意 想跟韩籍顾问合开公司 对方拒绝后 郭喜口出狂言威胁对方 就跟你讲小枪 如果你能在台床上班 郭喜的名字反过来写 你们多少次会经验 我问你们三个 他的SI公司也就是这个Park 拿到了浅间国造的这个案子 自己一个人他认为 他可以决定要不要让这个合约终止 另外去找别的钱 请问是要找什么钱 找的钱的意思就是找政府的预算 政府的钱什么时候变成 他可以说是他可以控制的预算跟钱呢 做军火生意的郭喜 凭什么说能左右国家的潜见生意 前海军顾问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赚国家的钱吗 要求开公司 让他做老板不成 郭喜就开始威胁 郭喜何来的权利 能够去干预台船的人士 有关系就没关系 郭喜背后到底谁撑腰 蓝军爆料小燕爱将黄鼠光家族 跟他关系超密切 政府现在说要办外患泄密罪 重点是若真有军火上泄密 蔡英文执政八年 怎么可能不坑气不处理 连国防部跟法务部都不知情 上次总统大选爆发王立强假贡谍案 蓝军质疑潜见事件搞不好是立场民进党中央厨房炮制的假案要打选举 绿营的民意代表 测议或者绿营的政论节目 一起来交相指责 这难道不是四年前那个王立强所谓的匪谍案的一个翻版吗 国建国造号称超机密 若真有人叛国泄密 为何放他八年不处理 赵英爱将是不是也立意出共谍 假剧民进党心知肚明 记者秀奴李选台北报道